台湾的水利开发是跟随着土地的开拓与新修 整地之后还需饮水灌溉 农业才能发展起来养家活口 以坑者利用天然的河川、湖泊、水潭、洼地取得水资源 但天然条件受限的时候便需杏竹皮尊、饮水灌溉 而竹尊是件大事必须集合众人之力才能成就肯耕大业 斗右大尊位于嘉南平原北端 东阁山脉与清水溪并列 北顶浊水溪 南有三叠溪蜿蜿蜒为界 自芳寮山路浊水溪左岸 芳寮进水口引浊水溪水源 沿芳寮子岛水路 经岸渠穿越清水溪河床 与取自清水溪之水源汇河 仅有大字流向需要灌溉之区域 因林内乡境内高山多因此建了五个渡槽 将水引至需要灌溉的地方 斗六大尊水桥经过临南村内铁管坑溪 形成社区内特殊的景观 斗六大尊的流域包含云林县的临内乡 湖本村 斗六的丰树湖 梅林里 古坑乡 及嘉义的大林镇等地方 为了解决斗六大尊下游地区 广大平原仍然欠缺灌溉水 云林农田水利会继续推动干线后续工程 但是1954年施工至云林县古坑乡时 因水路用地取得困难导致暂时停工 导致斗六大尊末端云林县斗南 大平 及嘉义县大林等地区农民 必须靠着利用回归水 凿申井 及采轮座制度 客难耕种 云林农田水利会经多年规划 研拟改善事宜提出计划报告 经行政院于2001年7月合定同意补助办理 由农委会分年编列工程预算补助 并由云林农田水利会自筹用地费办理 斗六大尊扩建工程主要分 干线续建工程与连接水路工程两部分 干线续建工程包括原干线扩建段 新建干线段 按渠道所经不同地区重要水利构造物 依构造形式分为举形座槽 道路桥含六座 农路板桥六十六座 碟水工三十四座 道鸿西工一座 取放水门十七座 岸取八座 渡槽六座 巴歇尔良水槽一座 斗六大尊扩建工程完成后 收益灌溉面积约六千公顷 年计划需水量约1.29亿立方公尺 大尊引用集集共同饮水计划 风水期剩余未分配水估计每年可提供约0.57亿立方公尺 加上大尊上游修耕 分组轮贯所结于水约0.08亿立方公尺 另配合当地可饮用回归水等约有0.25亿立方公尺 合计地表水将有0.9亿立方公尺 可提供陡南、大皮、大林等地区 大部分农田灌溉用水 部族部分约0.32亿立方公尺 由云林农田水利会调拨水源 与加强灌溉管理手段克服 斗溉燕原为斗溉大尊净水口 经纳入集集共同饮水计划工程 重新改建净水口以连接 两只4公尺大口净缸 称混凝土管南岸联络渠道 为了避免联络渠道每秒90立方公尺水量汇入 造成游水及回水 进而应向斗溉大尊之取水 古江原净水口整理改为蓝河燕 一并解决清水溪上游 临时倒水路常遭洪水冲毁 而需经常维护之问题 而原斗溉大尊净水口则予以保留 斗溉宴净水口设置于左岸 设计取水量为40秒立方公尺 为浊水溪及清水溪流域水资源 联合运用重要一环 上肩负当吉吉兰河宴计划进行排沙作业 或遭遇异常事件 致无法正常供水时之替代水源 另为避免固定宴阻断生态廊道之通畅 鱼排沙道左侧设有鱼道一座 以供鱼虾等水中生物上诉之需 林内分水宫位于吉吉兰河宴南岸 联络渠道扩建段第六段起点 为兼具灌溉发电及工业用水多目标功能之分水宫 经吉吉兰河宴及斗六宴调水后 于灼干县陵内二号进水口处设置八角形分水宫进行分水 分水宫之水源除了由南岸联络渠道供水外 同时也从灼干县陵内二号进水口取水供应 灵内分水宫及相关配合改善之沉沙池工程完成后 能稳定取水分水并兼具其沉沙池工程成功能 提高各标的用水之使用效益 原着干县二号进水口出吉吉兰河宴排沙时基本上不再进水 斗六大寸是结合云林地区农业环境条件融入传统文化特色 生态保育及人文艺术与自然景观美学之现代化农田水利设施 在通水灌溉后抽取地下水情形将会逐渐减少 对于减缓地层下限将有实质帮助 同样属农委会办理中之 亦淹水地区水患治理计划 对于改善农田排水部分 亦将获得具体效益之改善 使当地免在遭受淹水之苦 长期而言 对云林地区有了斗六大寸扩建工程后 对于农业之发展及整体区域环境之改善 已注入了新的活水能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